今早的AT各部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金沙中国1928 简选原因是 隔期出游意欲旺盛 澳门作为中港两地旅游热门的地点 近月房澳旅客持续增加 刺激澳门倒收明显复甦 行业龙头金沙预料全面受惠 并且会迎来强劲的复甦 金沙中场和贵宾厅收入的市占率 由去年的23.5%和27.2% 提升到今年第一季27.6%和33% 摩根大通预计 第二季将会达到26.8%和31% 抛离第二位银预接近9个百分点 集团也积极推进 《非博彩类》项目吸引旅客 6-8月份期间 举办一共10场演唱会和展览 同业当中最为丰富 全年看 李昂预测 金沙2023年度经调整的EBITDA 会由规则转型赚161亿元 回复到2019年大约68% 2024年按年增长38% 到222亿 策略上 金沙昨天收报28.25 可以在大约28元级纳 挑战前顶31.25元 跌穿26元就适宜减持 。 。 、 crystal, pakyo았银预寡 Follow 。 。 SPEAKER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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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